在美中两国力图重启双边关系之际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5月25日 利用来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机会 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举行了会谈 这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两国首次举行的内阁级别的会谈 因此备受瞩目 美国商务部在会后发表的会谈纪要中说 两人就美中商业关系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实质性的讨论 包括两国贸易和投资的总体环境以及潜在合作的领域 雷蒙多部长还对中国最近对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 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达了关切 中国商务部在会后也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 指出双方就中美贸易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 进行了交流 中方就美对华经贸政策 半导体政策 出口管制 对外投资审查等表达重点关切 声明还说 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 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项 保持和加强交流 在与雷蒙多会谈后 王文涛5月26日在底特律参加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间隙 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会晤 据纽约时报5月26日的报道 新冠疫情政策结束以来 美国数十万低收入民众丧失俗称白卡的 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参加资格 其中许多人只因为程序疏失就失去了白卡 例如没有回复参加资格确认函 或者无法让主管部门取得联系 而符合资格却丧失白卡福利的参加者当中 也包括孩童 过去三年疫情期间 为了保障低收入族群健保需求 持有白卡民众并不需要担心登记参加的填表问题 不过 白卡持续参加条款定于2023年3月31日终止 各州政府将恢复要求民众重新办理参加登记 据ABC7 5月25日的报道 加州城县司法基金的 城县移民执法和法律资源状况报告称 该县有210多万起移民案件 在等待移民法官的裁决 面临驱逐出境的居民数量 是加州各县中最多的 这份报告的作者布兰卡拉米雷斯博士说 这很讽刺 因为圣安娜是城县唯一的庇护城市 城县司法基金执行主任 萨布利纳里维拉表示 司法部于2021年11月 在圣安娜开设了一个移民法庭 以解决大量畏决的移民案件 根据该报告 圣安娜移民法庭有近2.3万起 畏决驱逐案件等待移民法官的裁决 截至2023年2月 法庭已经驱逐了2448人 此外 由于资源不足 许多人被迫在没有法律代表的情况下 前往移民法庭 城县代表第二区的宪政委员 文森特·萨米恩托表示 当一个人在没有律师 没有法律代表的情况下上庭时 他们成功的机会会非常非常有限 即使他们可能有令人信服的论点 城县司法基金要求县领导和其他有权力的人 为面临驱逐出境的人提供额外的资源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5月25日与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 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会谈 签署了在白俄罗斯部署 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的文件 邵伊古强调 相关计划并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部署在白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控制权 仍然属于俄罗斯 美国谴责这一部署计划 但表明美国无意改变自身的战略核武器立场 又指没有看到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的任何迹象 据路透社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在莫斯科称 战术核武器已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命令进行转移 当被媒体问及到这些武器是否已经转移至白俄罗斯境内时 卢卡申科回应道 可能我回去时再看一下 这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首次在境外部署战术核武器 中国车企长城汽车5月25日发布声明 举报比亚迪旗下两款热销车型 琴Plus DMI和宋Plus DMI 采用长压油箱 涉嫌整车蒸发污染物排放不达标 这则声明一经发布就迅速发酵 短时间内冲上了热搜 阅读次数达到1.2亿次 比亚迪随即作出回应并表明态度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经政行为 并保留法务诉讼的权利 比亚迪称 长城的检测报告无效 不能以此作为依据 其产品及相关检测符合国家标准 在国家权威机构通过认证 并表示自家的插混技术 有20多年的积累和迭代 不像有些同行想的那么简单 希望大家多做有益于行业 和中国品牌的事情 业内人士指出 竞争已经从单纯的舆论战 上升到了技术法规层面 而民众对事件的热议 也从侧面反映出 当下中国国内汽车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 来看看 持续用志力辽技术 农少年初往违 natur limited